大批警察深夜来到汽车旅馆进行领检 每一个房间都得仔细盘查 避免人与人不当的连结 再次造成防疫破口 27号全台疫情警戒降至二级 台北市警察局针对汽车旅馆 旅宾馆以及按摩业加长领检 并对应停业之行业强化机查 总共查获妨碍封化案五件八人 毒品四件四人 依法带回正办 因令国内疫情警戒 相关防疫措施 目前八大行业等休闲娱乐场所 尚不开放 为避免转向汽车旅馆 旅宿会聚会开趴 加剧疫情扩散 共动员警力 399名 零检182家 查后 妨碍封化封署案件五件八人 毒品 事件四人 台北市警局 持续不定期 规划实施领检 针对应停业的八大行业等场所 免入加强巡查 警方呼吁旅馆业者如发现特定房间内有不正常人流出入 或有疑似在房间内开毒趴 试用毒品 应立即向警方通报 若业者未及时通报 除处已罚还 情节重大者将被令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